83年的时候开房搞活了嘛 那时候我跟我家老李 我们俩就像躺着床下有梦想似的 就说咱们自己也开饭店 现在开房搞活了 我说咱们就开个鸢鸢饺子馆 咱俩一男一女 开个鸢鸢饺子馆 就开鸢饺子馆 其实挺好 包大吉说 那时候他们夫妻两个 借了一千块钱 开了一个饺子馆 刚开始干的时候 别提多苦多累了 就那时候 我们家宅家的地方住 就在这楼下地方住的时候 那时候是八几年 回来也不烧火 这这种墙上全都是冰 全是冰 那时候总停下 电路人也没有 那动力得到手手的 夫妻两个人 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干起活来 也是越来越有动力 两个人同心协力 从1983年到2005年 用了22年的时间 把一个小小的饺子馆 干到了600平米的饺子城 时间长了 后来就改牌子了 开了一个十二勺饺子城 因为住十二个都是女孩子 我们就起入十二勺饺子城了 那个饺子城是600多平方米 那么大 我家员工十二十多年 那时候一年能剩十万八万的 原本以为生活会越过越好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包大姐的丈夫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为了给丈夫治病 大姐白天在饭店干活挣钱 晚上回到丈夫身边 两个人互相陪伴的时光 对她来说弥足珍贵 但是很可惜 在丈夫病的第四年 老天还是拆散了这对苦命的鸳鸯 2010年包大姐的丈夫离开了她 2010年的时候 10月份她爸走 马林走的时候 一把闭锁 她就拽着我 要我跟她走 是你跟我走 我都没跟你扣不 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 我俩老恩爱了 就我们出门冲来 我自己没走 我出门就跨着我胳膊 跨着我胳膊走 就是我们在北山市场买菜的时候 市场里面都说 我们俩是一道亮的风景的鞋 我爱人 哎呀老漂亮呢 就是在有病期间 我赤膚呢 我都得给她洗干干净 立立说说的 天天没事的时候 我得推进 用轮椅推河海走去 不管是冬天夏天 我推得走 所以说她没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寂寞很孤独 那时候我都不敢出门 我就怕她印着书眼 就她找了书 我怕她说人咋提起来呢 那谁一说的我就娃娃哭啊 不要她找我十年我都没找印 失去了相伴三十二年的爱人 包大姐这十年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丈夫 大姐说 现在再往前迈出这一步 真的很难 就怕找不到一个 像她丈夫这样爱她的人了 我朋友她也是朝队队长 我们俩关系特别特别好 她也没到后找的 他们特别幸福 完了她也跟我说 包姐就勇敢迈出这一步 所以你要不找多孤单 将来你有病有咋咋咋咋 这回就是选择了 这我姑娘 不过我包这个原来不晚了 跟我说了之后 姑娘也舒服 好了我说行 这回妈就勇敢迈出这一步 朋友们的劝说和儿女的惦记 让她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再试一试 那包大姐现在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就是晚年搭个伴 是不是我们在一起 手牵着手牵着牵着牵 走完人生 你后半步就可以了 咱不要求什么特高 是不是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要求也挺苛刻 就是在我们有病期间 都不能跑 这最主要一条 因为啥呢 咱们既然到晚年想搭这个伴 就时音时艺的 就成心 一定拿出自己成心 跟她好好去过日 也不能说我们是二婚三婚 我们就当从小夫妻一样 你好 薛吉生 薛大哥是吧 薛吉生 六十八十岁 离异 退休金三千元 家住辽园 住房面积七十九平米 这屋装的挺好看的 这都给你自己 装的那么长 没有 都买现成的 都做装完买的 买了二手的房 一手 一手 他们装完卖的 你这屋 家里家里全是新的 全都是新的 没有旧的 哪年买的这个房 去年 去年国庆节 之前是哪 矿物局 那一百多 那房子 现在租不出去了 薛大哥告诉红娘 她虽然是土生土长的 辽园人 但其实啊 她从1985年到2018年 一直都在外面做生意 她最早在辽园市 无线店无厂工作 但微笑一不好 1985年就开始下海经商了 85年吧 自己是开饭店了 可能是开小饭店 干了 那七八年呢 好钱啊 外户一天 卖个三百万的 五七八万的 薛大哥靠着这个小吃步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餐饮行业得心应手之后 1995年 在石家庄开了一家 1600平米的大酒店 95年左右 投资七八十万了 我那酒店 酒店大 在那县市最大的酒店 1600平米 四层 一楼是餐厅 二楼是包房 三楼是舞厅 四楼是许社 人工许社 手下能有个 五六十元 六七十元 那天卖了三十万 总保持卖 薛大哥告诉红娘 那时候他的酒店 每天都是门庭弱势 好的时候 一天的营业额 能达到三四万 这样的日子 持续了几年之后 1999年发生了一场变故 让薛大哥 关掉了石家庄的酒店 后来家里的收入 一年不如一年了 生意不太好 那几年生意就不好做 就这么多钱了 矛盾就上市 大哥和前妻 经常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吵架 在2004年的时候 他和前妻分开了 大哥来到黑龙江 开始做煤矿生意 在黑龙江 齐台河了 做煤矿 我是监控系统 我指定的 我是饿不死 当时我就那么想 干了一年多 怎有东山再起 04年到08年 那你04年到08年 挣了多少钱 一百多 薛大哥在齐台河 干了十多年 他觉得养老钱也赚够了 2018年的时候 回到了老家疗园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现在儿女不在身边 疗园就自己一个人 他也想再找个伴了 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 身体好一点的 没有啥负担的 能跟我深心 过好每一天就行 薛大哥知道 包大姐从四平赶到辽园 特意开车去车站 接包大姐一趟 不这是礼貌吗 你这么想来了 无论结果如何 咱出于礼貌 你上站这儿来了 大哥特意过来接的你 车站那边 过来了大哥过来了 那儿那个大哥 您好 这是包金凤包大姐 这是薛大哥 大哥那啥看起来天儿冷 特意过来接的你 是吗 谢谢 没事 谢谢 走吧 应该的 谢谢 来 你们上吧 你先上来 你坐那边 不是 我从那边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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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姐这么老远坐车来 你不问问冷不冷啥的呀 没事 哎呀 反正她不是我想这儿吵的 没啥感觉 肯定了 就是没有感觉那种 长相是 就好像就 不 不行 最起码形象的也能打 一瞅着 跟自己好像挺大 那种特别阳光那种 就没有那种感觉 两人见面之后 都觉得彼此没演缘 但是既然都来了 要给彼此一个进一步了解的机会 看看俩人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她个身体还挺好的 对吧 还行 没啥大病 说老的就是身体好 身高没有 身体我也没有 血压多 什么时候两头正常 我也是 大哥愿意运动吗 我也走 走步 只走步 我喜欢运动 都坚持十多年了 就是运动 我是超队队长 这身体是没问题的 习惯挺好的 都喜欢运动 活动 不活动不行 走咱们吃饭去吧 一点了 一点多了 一点多了 咱们吃饭 一边吃饭一边聊 这俩人刚进屋聊了一会儿 沙发还没做热乎呢 这薛大哥咋就张乐起吃饭了呢 我们就简单聊聊 我咱去吃个饭 吃个饭 比如说给他送回去 还是怎么办 我都没事 这么远来了 你们来了 这必须的 你是看大姐头一会来吧 那肯定是头一次来 都算了 走个大姐上面去 走吧 走吧 你手吧 我说连大姐吃饭了 对啥吃饭 上车饭下车面了 上车饭这不下车了吗 一会儿就上车了 面接待送都有 面接待送都有 他那饭子可相当好 老规矩人大哥是 上车饭下车面 辛苦你们了 再来钱了 来来来 先生好 你好 你好 这是孩子 这是我姑娘 我姑娘 这是包金号包大姐 你好 你好 上车人 你好 其实好像真我 人生是没有心动的这种感觉 还有握握手 大姐的姑娘 在哪上玩 先去工作 改家选子太太 姑娘被大母亲 自己母亲的事特别上司 特别关心 你母亲 这终身也算是一个重要的终身 那是 您的姑娘帮上了她老不很正常吗 有的不希望她妈找吧 有的还给她看孩子 我们家不用 我家孩子都不用母亲 不用 那能行吗 那不用 我现在得带 孩子得带 不带孩子 你母亲就十字 看老婆 挺好 都挺好 这是真话 挺好 是孩子得带 瞅着挺有那个就是 那通信心的 这心 才能挺好的 有包容心 刚进屋 包大姐觉得上大哥不符合她的演员 但是大哥的好心肠打动了她 大姐觉得可以再多了解了解 那我看反正是寒手 莫视小的 连个大床都搁不下 这是灰浅楼 没办法 他跟人家咋样 好感觉吗 还行 很喜欢 一个男人都能咋样 你说是不是 你看咱的就算属于 当今社会来家 咱的楼就算属于寒手 那俩不装饰 装饰人 不会 如果你说你家什么装饰都没有 一进屋瞅得特别凄凉 那种感觉 你这说我也有这感觉 我这个人吧 就是一个出家庭所思 我都不行 不行 那你就落伍了 就是晚年生活 我们也得丰富 我们的晚年生活 进屋给有一种家庭 特别温暖的感觉 家是温馨的感觉 你敢玩吗 你敢外溜得再久 你得回家呀 那你以后想不想 从今儿再偷睡觉 那就是说 随着你把女儿想好 那就人说啥 我就得随着 我今天就听媳妇话 跟党种 挺满意的 这回答我挺满意的 在大哥家看了一圈 大姐对大哥家的装饰 有点不喜欢 在大哥表示 愿意随着未来老伴的意思 装饰一下这个小家之后 大姐觉得 大哥的回答 他挺满意的 得到了大姐对自己的认可 大哥主动介绍起了自己 我那个是98年 朋友给我领着到 因为那时候我养车 有车 到那港去玩去了 玩了一个多月 玩了回来了 就发现吃它胖了 我就不敢吃了 我就吃纯豆油 就三门奔家 上大哥从工作经历 说到了兴趣爱好 又从兴趣爱好 说到了生活习惯 说了快一个小时了 包大姐一句话都插不上 能看出来 上大哥对大姐比较满意 所以想全方面的 介绍一下自己 但是没想到 大姐却觉得 大哥的话有点多了 我觉得的话 好像说的有点太多 往火炸开水 我也是为她喝了你 因为今天我们是 相亲节目第一次见面 因为应该把有一种 特别温馨的感觉 大家在一起坐着聊聊天 是不是 聊着彼此的经历 聊聊这些东西 就她的言谈句子 包括拦我说话 其实我今天话读 也有意思是她的 人家是真有水平 那是经过场面的 这样的女人说的话 能跟她在一起 我心里也受伤 知道了大姐的感受之后 红娘也和大哥说了 知道她是因为相中大姐了 才积极表现的 但是也要给大姐表达的空间 两个人彼此交流 才能进一步沟通 大哥也粉丝了一下 这不一坐下来 大哥主动问起了 大姐的喜好 你都爱好啥你就说是吧 我喜欢旅游 喜欢运动 我还有户外 我还有操队 什么叫操队 就是咱们铁头光产 没看着天天早晚做操吗 你身格为身格 就是我们赞成牌 做那个 你不就是坐着身体 对 我们跳在这儿的 我们跳在这儿的 这个我支持 这个我告诉你 不管咱俩能不能走得起 我绝对支持 假如说 黑就是天黑了 他没做完 我腰脚差不多点 我就溜达 我就接他去 那你看我不也是 当锻炼的吗 挺满意的 这回答我挺满意的 这上大哥真会说呀 他不喜欢热闹人多 但是大姐去跳广场操 他愿意接他陪他 大姐听到之后 对大哥的表态也很满意 抱大姐的女儿 看到俩人聊得挺好的 也就放心了 家里还有点事 他就先回去了 送走了包大姐的女儿 两人又坐下来 聊了起来 你在单位退休工资多少 两千八 现在 工资你不算太高 工资深不高 工资低 但是你我也劝你一句话 叫好汉不能得出钱 对 我这辈子就是说 可以跟你讲 我就不是什么好汉 但是我没成功得出钱 上大哥说 他虽然现在工资是两千八 但是做了一辈子生意 还是有点家底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大姐也有自己的看法 大哥啊 快说啊 就是我这人吧 就是说是钱财上 说你家有多少多少房子 有多少弟子 跟我都不 我这都不赚不上 就是最起码的 我们基本生活 这块能保证 你能不能够 对 这就可以了 包大姐觉得 大哥有几百几十万的存款 或者多少套房子 跟他都没有关系 因为大哥也有自己的儿女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他不惦记 大姐认为 两个人如果走到一起了 他最看重的 还是两个人的退休金 这才是每个月都能到账 他们老两口用的 工资最少都是在三天五一上 我还是跟你表个态 如果用过这个问题 你有啥移力求向 我没讲 这个人总的来说 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咱们的成立的优点 反过来说 假如说 人家有啥意义 咱们都不强调 大哥人家真的很正直 很好 别人真的都不差大哥 就是用这公职的问题 我还是 没关系 没钱帮不了 是不是大哥 是不是 请大哥握握手吧 虽然我们祝福夫妻 我们祝福永远的好朋友 对对对 在广场我们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打招呼大哥